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大事不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祝梦高峰 佩里对话一母 佩依 二 歌剧院的骚动 普契尼对抗瓦格纳 三 话中迷宫 达利与玛格丽特的幻想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祝梦高峰 佩里对话一母 佩依 各位听众 学生 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 非常有趣的话题 祝梦高峰 佩里对话一母 佩依 首先 让我们搞清楚 这里的佩里不是指那位 在日本开启黑船来航的 美国海军准将马修 佩里 而是指一位假想的角色 我们就叫他建筑迷佩里好了 而一母佩依 这位就是真实存在的 一位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 负责涉及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建筑 包括巴黎的罗浮宫金字塔 香港的中营大厦等等 那么 如果建筑迷佩里有机会 与一母 佩依对话 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让我们来开启想象的翅膀 一探究竟 建筑迷佩里 一母先生 您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到 既现代又充满诗意 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母 佩依 哦 佩里先生 建筑就像是一首诗 或者一首无声的音乐 它需要节奏 和谐 还有那不可言喻的灵魂 我设计建筑 就像在与材料和光线对话 寻找那个完美的平衡点 建筑迷佩里 那么 罗浮宫的金字塔 是怎么来的 当时不少人 反对这种线代元素 与古老宫殿的结合 一母 佩依 哈哈 是的 那时候可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但你看 历史总是需要新的血液来激活 我相信 新旧的对话 可以激发出更多的可能性 金字塔不仅仅是一个入口 它是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建筑迷配里 真是太神奇了 那您在设计时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特别的挑战 一母 佩依 挑战 那是每个项目的日常 比如说 中营大厦的三角形结构 当时很多工程师 都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 我们做到了 不仅创造了一个结构上的奇迹 还让建筑在风中摆动 就像是一颗竹子 建筑迷配里 哇 那真是太酷了 最后 您有什么建议给那些 梦想成为建筑师的年轻人吗 一母 佩依 年轻的朋友们 记住 建筑不仅仅是砖瓦和玻璃的堆砌 它是文化的载体 是人类情感的家园 要敢于梦想 敢于挑战 但同时也要尊重历史 尊重环境 只有这样 你们才能著门高峰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建筑迷配里 谢谢您 一母先生 我会记住这些话的 各位 这场虚构的对话 虽然是想象出来的 但一母 佩依的建筑哲学 和她对后辈的鼓励 却是真实的 她的作品和思想 将继续启发 未来的建筑师 就像她的建筑一样 穿越时间 与世界对话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歌剧院的骚动 普契尼对抗瓦格纳 啊 亲爱的乐迷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那个让歌剧院里的 气氛比意大利的 罗马竞技场 还要热血沸腾的话题 普契尼对抗瓦格纳 这不仅是一场 音乐风格的对决 更是一场文化的较量 就像是意大利面对 绝德国香肠一样 两者都有其独特的风味 但放在一起 哦 那简直是一场 味蕾的世纪大战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两位音乐界的 重量级人物 理查德 瓦格纳 这位德国作曲家 以其宏伟的音乐剧本 和复杂的 和声技巧闻名于世 他的作品 如 《尼泊龙根的指环》 和《帕西法尔》 就像是音乐界的马拉松 长度和深度 都足以让人气喘吁吁 瓦格纳的音乐 充满了神秘的力量 就像是一杯 浓郁的德国啤酒 一不小心 就会让人陶醉其中 而在另一边 我们有了贾克默 普契尼 这位意大利作曲家的音乐 就像是一道精致的 迪勒米苏 甜美 多层次 而且 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 普契尼的歌剧 如《波西米亚人》 托斯卡 和《蝴蝶夫人》 以其旋律的美感 和戏剧的张力主称 能够在瞬间触动 听众的心弦 当这两位音乐剧将的作品 在歌剧院中相遇时 就像是两个 不同国家的足球队 在世界杯上遭遇一样 粉丝们各自为自己的 偶像呐喊助威 瓦格纳的追随者们 可能会说 普契尼的音乐 太过于感伤 缺乏深度 而普契尼的拥护者 则可能会反驳 瓦格纳的音乐 太过于冗长 缺乏人性 但不管怎样 这场普契尼 对抗瓦格纳的骚动 其实反映了歌剧 这个艺术形式的 多样性和丰富性 每一位作曲家 都有其独特的语言 和表达方式 而我们作为听众 最终的享受 就是能够体验 这些不同的音乐世界 无论是在 瓦格纳的史诗般的 音乐浪潮中迷失 还是在普契尼的旋律中 找到情感的共鸣 所以 下次当你在歌剧院中 听到某位瓦格纳 谜探吸住 这些意大利旋律 太甜腻了 或是某位普契尼 粉丝抱怨住 德国歌剧 真是长得让人想打瞌睡 时 不妨微笑住想想 这正是歌剧的魅力所在 它能够激起 如此激烈的情感和讨论 正如同我们 对于美食的热爱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最爱 但最终 我们都是为了那份 对于艺术的热情 而聚在一起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中尼公 达利与马格丽特的幻想 当然可以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两位超现实主义大师的 奇妙世界 首先 想象一下你 走进了一幅画 四周是扭曲的钟表 漂浮的苹果 和穿着礼服的天空 这不是梦 这是萨尔瓦多 达利 Selvador Dolly的世界 而在另一幅画中 你可能会发现 一顶帽子变成了一只鸽子 或者火车从壁炉中驶出 这些荒诞不惊的场景 是勒内 玛格丽特 Renee Margaret的杰作 达利 这位西班牙画家 以他的长长的胡子 和狂野的眼神 闻名于世 他的作品 充满了梦境 和潜意识的图像 他的画作 记忆的永恒 中那些软绵绵的钟表 可能是在告诉我们 时间的相对性 或者只是他忘记了 把他的钟表放进冰箱 而玛格丽特 这位比利时艺术家 喜欢用平常的物体 制造不平常的场景 他的画作 人的条件中 画布上的风景 与背后的实际风景 完美融合 让人分不清 哪里是画 哪里是真 这可能是他在提醒我们 现实和幻想之间的界限 有多么模糊 或者他只是在玩一个 非常高级的 找不同的游戏 这两位艺术家 都喜欢挑战 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达利的画作 让你觉得自己 吃了一块 会让你缩小的奇异蘑菇 而玛格丽特的作品 则让你怀疑 自己是否真的醒着 他们的画中 迷宫是充满了象征 隐喻和幽默感的地方 每一次探索 都能发现新的意义 在他们的世界里 你可能会遇到 穿西装的男人没有脸 或者天空下着一场 有狮子 伞和钢琴组成的雨 这些图像 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 但也正是这种困惑 激发了我们 对超现实主义的好奇心 总之 达利和玛格丽特的幻想世界 是一个充满了 他们的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智力上的挑战 下次你再看他们的画师 不妨试着问自己 这是现实 还是只是一场梦 或者 这只是两位天才艺术家 在和我们开的一个 宇宙几倍的玩笑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认为建筑迷佩里和伊姆 佩伊的对话 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呢 你喜欢马格纳 还是普契尼的音乐呢 又或者 你更喜欢达利 还是玛格丽特的画作呢 快来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